公主殿下请留步 好看的发疯完结爽文来了 一口气看完 下面这篇爽文开始 七年前 我被霸凌者凌辱 扒光了衣服扔在草丛里 自生自灭 七年后 我坐在小妈膝上 高兴地看着 跪在我面前的霸凌者 小妈 他们真的让我随便玩吗 小妈轻轻抚过我的发丝 眼中既是宠溺 随便玩 22岁生日 小妈在会所为我庆生 我穿上她 为我准备白色礼服 走进会所 会所的经理和服务员 地旁的虎叔 适时地拉开领花棒 为我轻生 小妈高兴地拉着我到包厢的另一头 虎叔故作玄虚地 做着幼稚的动作 逗我开心 将与墙壁颜色无二的暗门推开 里面是四个人 两男两女 他们被蒙住双眼 塞住嘴巴 捆住四肢跪在地上 小妈领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而我撒娇般赖在她怀里 顺势坐在她的膝上 灵灵 这些人是小妈送你的生日礼物 你随便玩 虎叔的人将他们的蒙眼不摘下 几张我一辈子不会忘却的脸 呈现在我眼前 我兴奋地叫起来 高兴地搂住小妈的脖子 小妈 他们真的让我随便玩吗 小妈点点头 轻轻整理着我病边的发丝 眼中尽是宠溺地望着我 随便玩 这几天集团里没什么事 就让小虎叔叔陪你 我太兴奋了 忍不住在小妈脸上多亲了几口 小妈事物繁忙 没有再会所久留 在我脸颊上落下来 轻轻一吻便离开了 此时 包厢里只留下我和虎叔 还有小妈送我的四个玩具 我让人将他们嘴上的不扯下 顺便把包厢的全部打开 几乎是一刹那 四个人的叫骂声 就此起彼伏地在包厢里回荡 音量和歌厅的音响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烦躁地搔了搔耳朵 虎叔的人上去就给四个人几个巴掌 虎叔的人都是练甲子 每人一个巴掌下来 四个人就全都吓得没有了声音 我从沙发上站起 金云高中十七届三班 金灵飞 谢宇梦 于昊 陈胜涛 我踏着小妈送我的小皮鞋 鞋跟踏在地板上的声音 回荡在安静的包厢里 我们七年没见了 还记得我吗 我勾起一抹笑 期待着他们的反应 而他们只是面面相去 做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毁掉我的人生后 就能这样轻松地忘却吗 不行 这可不行 我取下衣服上的胸针 捏着针头 虎叔一下就看懂了我的意思 事业让手下将四人全部摁住 小林 要不要让我的人帮你做 我摇摇头 这种事情我想自己做 从左到右 第一个人是金灵飞 她是班里 乃至全年级段默认的班花 金灵飞从高一入学开始 就拥有了许多的追求者 情书 礼物 全都像老天爷的馈赠 每天都会出现在她的课桌上 风雨无阻 她拥有着傲人的美貌 数不清的追捧 还有与容貌匹配的智慧 是令老实骄傲的班长 就是这样光彩夺目的人 为我带来了此生无法忘却的黑暗 班长 还记得我吗 我是发现了你抽烟 发现了你和副校长 接吻的傅鲁林啊 我如恶鬼般 出现在金灵飞震惊的怒光中 她比高中时更漂亮了 雪白的肌肤 微卷的长发 修长的身材 听说她高中毕业后出国 回国后和某集团的少爷并婚 日子过得很不错 我学着记忆中她的模样 扒开她的衣领 露出雪白细嫩的皮肤 你现在比以前更漂亮了 我摸着她的锁骨 确定下位置 用胸针狠狠扎入她的皮肤 金灵飞煞时尖叫起来 我捂住她的嘴 对视她漂亮的 水灵灵的双眼 那会你用笑牌胸针 在我的脸上刻字 你要余号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喊 让陈胜涛摁住我不让我动 你现在怎么可以乱喊乱动 虎叔会议 把塞嘴的布 重新塞回到金灵飞嘴中 她手下的人 为了防止她乱动 当即卸了她两条双臂 骨头脱臼的喀巴声 被金灵飞的乌叶掩埋 傅鲁灵我先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么白嫩的肌肤 印子应该会留下很久吧 金灵飞对不起傅鲁灵 我补完了这句话 就在锁骨河胸前 只是九个字 她便痛得满脸都是眼泪怎么行 我抽了餐巾纸 为她试累 顺便从包包中找了唇佑 别哭了 还没完呢 我打开手机 翻找出七年前谢雨梦拍下的照片 用唇佑在金灵飞脸上画好位置 开始临摹 她在我脸上画下的笔记 臭表紫骚或一碗五毛 我大概刻了十五个字 原以为金灵飞那么小的脸 刻不下这么多字 没想到全部 一个字不落地 全部刻下了 金灵飞呜呜呜的 不知道说着什么 倒是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流 她越哭 眼泪越会自尽伤口 越痛就会越哭 到最后 就只能做出特别别扭难看的表情了 我转头看向虎叔 虎叔都录下来了吗 虎叔笑着点点头 很清楚 那就好 我拿过虎叔的手机 一番操作下 投屏到包厢的电视上 让最爱美的斑花 看着自己被毁容的全过程 循环一遍又一遍 我将胸针擦干净 别回衣服上 走向第二个人 于浩 她很安静 从今安静地拍下 我被陈胜涛强听这件的画面 平静地发在没有老师的学生群里 那个时候 谁都会指着我说 看 那就是视频里的女生 嘲笑的 猥琐的眼神和话语 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她的胸 没有视频里大 她肚子上有一颗痣 她大腿上的痣 还在不在啊 她会不会怀孕啊 这些话 像一只一只掐着我脖梗的手 越来越紧 越来越难以呼吸 甚至会有胆大的男生 直接将我拖进男厕所 我曾哭着控诉于浩 而他只是面色淡淡地听着音乐 轻飘飘地说一句 我只是发了个视频而已 我又没碰你 怪我干什么 神经病 我一步一步地逼近他 于浩想要后退 却被摁住 嘴里慌张地说着 我没有打你呀 你别来找我 我我我早就把视频删了 我真的没对你干什么呀 我蹲在他面前 望着他 如今的于浩 是娱乐公司的练习生 对于名声 应该也是十分看重的 于浩 你的练习生生涯好过吗 于浩正正地看向我 你想干嘛 我我马上要出道了 你我也淡淡地望着他 可以想到 公司为他打造的清冷学办人设 我就发笑 马上他的人设 就要摆持不住了 我憋不住 大笑了起来 捂着肚子 差点没倒在地上 笑完了 我叫来了会所经理 再我试一下 会所经理端来一个黑箱子 里面都是一些 请反鞋杠区反鞋杠用反鞋杠品 我将东西倒在地上 难道 你们会玩吗 压着于浩的两个男人点头 我暗暗下巴 指向包厢的角落 去玩吧 别忘记录视频 要4K60帧哦 此时手机的闹钟响起 已经是晚上十点 是我该回去睡觉的时间了 平常这个时候 小妈会帮我设置好白噪音机 点好安眠的香薰 热上香甜的杏仁奶帮我入睡 我打了一个哈欠 拿上包包准备回家 虎叔将我手上的包接过 小林 这些人要留在这里吗 虎叔帮你找个地方 看起来吧 我转头望向包厢内 接铃飞还在哭闹着 于浩被两个男人扒光衣服 玩弄录像 而剩下两个人已经吓呆了 等于浩那两个娃好了 视频录好了 就让他们换地方吧 虎叔 你家行吗 明天我想去你家吃中饭 虎叔露出一个憨憨的笑 摸了摸我的头 哪有什么不行的 放心吧 这里我让人看着 我先把你送回家 回到家躺到床上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比平时要晚 小妈躺在我身边 温柔地拍着我的胸膛 哄我入睡 今天开心吗 我点点头 见到那些人 害怕吗 我摇摇头 小妈哼笑一声 真是妈妈的好灵灵 别怕 做什么妈妈都给你兜底 我说到小妈的怀里 她身上还有身体乳的香味 软软的 软软的 香香的 我很快沉入了梦乡 我梦到了 被小妈捡到的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 很冷 已经入秋了 短风已经带着寒意 连平时暗眉 要风度不要温度的金灵飞 和谢雨梦 都换上了长衣长裤 他们在放学路上堵住我 将我拖到了一个工地 这次和平常一样 拳头 发掌 被禁术施加在我身上 于昊扯下裤子上的皮带 捆在我的脖子上 快点 学狗叫 不然就引吃碎石子 谢雨梦不知道 从哪里抓了一把碎石子 扔到我身上 事实的在我脑袋上踢了一脚 于昊像平常那样 举着手机 将皮带递给谢雨梦 他和金灵飞轮流扯着皮带 将我像狗一样溜着 他们将我带到一个沙堆前 是我害怕的望向他们 不要 求求你们 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 不要 懵的 一直不知道是谁的手 将我的脑袋摁入沙堆 细碎的沙力 在我毫无防备时 钻入鼻腔 不过一会我就无法呼吸 而耳边 他们的笑声格外刺耳 在我以为马上要被沙子 闷死的时候 不知道谁扯了我的头发 叫我拉了起来 将我翻了面 于昊和金灵飞摁住了我 谢雨梦从口袋处掏出美工刀 开始一件一件 从外道里割开我的衣服 我不敢动 连本能的呼吸都快忘了 生怕那闪着寒光的刀片 划破我的皮肉 那种尖锐的痛楚 我不想再经历了 割到最后 随着那一带被刀片割断 谢雨梦大功告成的拍拍手推下 在她的身后 陈胜涛走来 一步一步向我走近 我动弹不得 她扯着我脖梗上的皮带 会为我撑腰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那也如果没有小妈 我都相信自己 会以这种屈辱的方式 冻死在工地里 直到那辆车到来 几辆黑亮的轿车 停在工地门口 小妈看着高跟鞋走进工地 身后跟了一大群人 成姐 我们真的要接下这个工程吗 我摊在草丛里 看着小妈的风衣 在风中飘扬 她双手插兜 审视着工地四周 不接 难道我要一辈子 做老头子的附庸吗 剑云集团的领导权 我要全部掌握在手里 她绕着工地走了一圈 终于发现了我 小妈用风衣裹住我 将我送去医院 知道了 我是为她女儿献血的那个人 当年我从邻居阿婆嘴里得知 她做保姆的那家人的女儿生病 急需淑血 可那家女儿是熊猫血 医院的血库告急 那家夫人就出了重金买血的心思 那时我急缺上学的学费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去 原来那个时候 我就和小妈有交集了 血情意外配对成功 我拿到了学费 她家女儿活了下来 可惜天不遂人愿 小妈的女儿 还是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小妈说 虽然她的女儿还是走了 但依旧感谢 我对她女儿的救命之人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孤身一人 因为我与她的曾经相似 于是我被收养 成了小妈的女儿 这些年 她带我看医生 调养我的身子 让我上学读书 让我重生 小妈黑白通吃我一直知道 我也甘愿成为她的一把刀 而小妈摇摇头 说 我的刀很多 我只希望你能开心 妈妈 现在虚伪的 很毒的我 也会是你喜欢的女儿吗 第二天 我去了虎叔家 吃完中饭 虎叔带着我去了他家地下室 那四个人被铁链捆着 有人看守 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但恐惧会让他们忘记饥饿的 虎叔把我搬了把椅子坐好 一旁的边挤上 洗好了我爱吃的水果 我咬下一颗蓝莓放了嘴中 酸酸甜甜的 比当初学校食堂里的食醋 好吃多了 我拿下一颗蓝莓 扔到谢雨梦面前 吃 谢雨梦还在叫 死死咬住嘴唇 他身后的人老 他的背上很踹一脚 叫你吃呢 谢雨梦倒在地上猛咳几声 那人抓着他的头发 一直往地上摁 用他装容精致的脸 在地砖上抹来抹去 没一会他的脸便被搓红 我吃 我吃我吃 他求疗的喊了几声 终于将地上的蓝莓吃了下去 像狗一样 曾经他也是这样 抓着我的头发 逼我吃食堂 垃圾桶倒出来的干水 我有趣的看着他的反应 蓝莓好吃吗 是不是酸的 谢雨梦愿毒地望着我 嘴中中骂道 傅鲁林 你别以为 现在飞上之头当凤凰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身败名列 我望着他 憋不住笑 我敬佩他的勇气和愚蠢 大网红 你现在还有手机拍我吗 能碰到网络吗 我只要哭一哭 就可以让你的公司 你的金主 彻底放弃你 让你也成为孤儿 我像虎叔 要来三瓶食醋 拿上一瓶 走到谢雨梦面前 一边将盖子打开 一边替他回忆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班级里 有一个贫困生名额 因为身为孤儿的我 挤掉了你的名额 你便记恨上我 在我饭里倒白酒 在我的水里倒粉笔和食盐 逼我喝了食堂后 除三大瓶食醋 我在厕所里吐酸水的时候 好难受啊 我晃晃食醋瓶子 谢雨梦身后的人 非常配合地将他的头扬起 就在我准备 把食醋对着他的嘴灌下去的时候 谢雨梦对着我的额头就是一撞 瓶子碎裂 我的手摁在了玻璃碎片上 食醋漬了进去 疼得我皱起了眉头 谢雨梦的反抗 只让我吃了瘪 并没有使他自己正开束缚 虎叔赶忙扶起我 又踹了谢雨梦胸口一脚 这点痛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我在虎叔的搀扶下起身 看着手心的伤口并不太深 只要把碎片拿出来包扎就好了 我面无表情地望向他 看来你想加点料了 我向虎叔递去一颜眼神 在离开地下室前 虎叔冲手下吩咐道 多买几瓶醋 几瓶酱油给他灌 没两瓶洗一次胃 别叫他死了 在地下室门关上的那一刻 里面爆发出短暂的一声尖叫 虎叔倒是很着急 赶忙将我送到医院包扎 小妈得到消息也来了 她心疼的妈撒着我手上包扎的冬袋 还在疼吗 我摇摇头 不疼了 小妈皱眉叹了一口气 我轻拂过她紧簇的眉头 看着她会暗冰冷的双眸 妈妈别担心 没两天就愈合了 小妈抬头的那瞬 又是那副慈爱温柔的模样 她先为了摸摸我的头 挽起我的手臂 慢慢朝医院外走去 坐到车里时 小妈将一张邀请函递给我 是金云市商会的年终晚宴 市里有名望的人士 和上市企业的领导人都会去 邀请函的最后一页 命迷妈妈写着 被邀请的名流和企业 其中有很多我眼熟的人 想去吗 小妈问我 我赶忙点点头 我当然想去 但他们陷入被抛弃的痛苦 做一回光也很好玩不是吗 今天的晚宴 小妈依旧像往常一样 把我打扮得很漂亮 长裙 砍肩 手套 遮住了我身上所有的伤痕 这次我拒绝了化妆室遮瑕的动作 这身可怖的躯体 今天会给我派上大用场 金云市璀璨的夜景 在车窗里流淌 却看得我兴奋又彷徨 七年前乃至更久前 金云市最璀璨的夜景 对我而言 就是挂在破旧巷子里 摇摇欲坠的昏黄灯光 巷子里很安静 只有装满废纸盒和瓶子的麻袋 在地上拖动了沙沙声 我推开初衷内扇满是铁锈的门 四个熟悉的面孔冲我叫着 Surprise 就像电视剧里的主角过生日一样 他们满脸对着笑意向我欢呼 只是他们眼中更多的是兴奋 原来过儿就住在这种地方啊 他们坐在我狭小的家里 烟头 饮料瓶 零食包装袋 扔的到处都是 你卖废品没生啊 好脏啊 像游浪汉一样 那我们今天可是大功臣啊 这些瓶子够不够啊 他们在我的屋子里肆意嘲笑着 一不小心撕坏了我的衣服 一不小心把饮料倒在了床上 一不小心打破了我妈妈的骨灰盒 我不是天生就是孤儿的 我也有妈妈的 可我的妈妈 在我十岁那年就病死在了床上 原本不富裕的家庭 钱全部都砸进了医院 然后我才成为孤儿 所以当妈妈的骨灰盒被他们翻出时 我最后的理智被绷断 我尖叫着 挣扎着 我咆哮着说 那是我妈妈 我妈妈的骨灰啊 我有妈妈的 快放下 求求你们放下我妈妈 于昊和陈胜涛压着我 金灵飞好奇地捧起骨灰盒 这就是你妈呀 啊 哎呀 我手滑了 你妈撒了 不好意思我碰 骨灰盒砸在地上 黄白色的骨灰洒落一地 谢雨梦蹲下身 抬起我的脸 他抓了一把妈妈的骨灰 抹在我的脸上 好宝贝 妈妈亲亲他们都笑了 正想把妈妈的骨灰 抹在我的身上 好宝贝 带着妈妈上学吧 哈哈哈哈 没妈的孤儿 孤儿 后来他们走了 嫌弃地拍拍手 厌恶地蹭了蹭鞋底 他们的鞋底上 有我唯一情人的骨灰 那一晚 我哭着抹下身上的骨灰 把带有妈妈骨灰的毛巾 折好放回用胶带粘好的骨灰盒 那个夜晚 也成为了绝不会忘怀的落寞 从回忆中抽离 指尖已经狠狠地嵌入了掌心 宴会除了邀请韩上的名字 还有许多邪家带口的 不过那些人 都只能在外场转悠 小妈大方地教我介绍 给金氏的名流 我也如愿见到我想见的人 因为小妈本身名气很大 也有不少人前来寒暄 于是 当她提出 想要单独谈一谈的时候 那些人也有拒绝 我们单独来到一处包厢 包厢的暖气 对服务员提前开好 打开门的一瞬间 暖气扑在我的身上 刺激着我全身的伤痕 从胸脯到脚踝 我只能靠药物来抑制住疼痛 我吞下止痛药 扯出一抹得体的笑 包厢的另一头 坐着洗劫帘里的李佳仁和金佳仁 李佳是书香是家 下海经商一举成为了 本地制造加工业的领头人 而金佳仁只是在本地开了几家饭店 如果不是金灵飞给李佳做了喂婚席 金佳仁连这场晚宴的门槛都踏不进 李佳仁和我家有一些生意上的合作 关系自不必说 金佳仁也对我们谄媚起来 哎呦 这就是成董的千金吧 长得真漂亮 当金副金母捏着酒杯 讨好的向我敬酒时 我真觉得可笑 九年前 他们也曾见过我 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 我第一次向老师揭发了 金灵飞他们对我的霸凌行为 泪舌我太天真 以为有医院的伤情报告 就能让他们得到制裁 几家人乌泱泱的凑在办公室 唯独我没有家人 犹如一座孤岛 局促的站在房间中央 我说呢 原来是没人叫的一种 我们家孩子最懂事了 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 一定是你诬蔑我们家孩子 都是小孩子开开玩笑而已 那是我们家孩子愿意 跟你一起玩 不知好歹的东西 他们的话语如同暴雨一般 但我喘不过气 后来警察一锤定音 只让他们赔钱了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将赔偿款兑换成硬币 砸在我身上的时候 好痛 好沉 九年 足以让他们忘记 曾经这么一个 对他们羞辱践踏的人 我接下他们的酒 给了他们脸面 毕竟等会就没脸了 指头药的药效 开始起作用 身上不再那么疼痛 于是我将外套脱下 向他们展露了一些可怖的伤痕 我的举动 打断了小妈和他们的商业尬聊 小妈也自然而然的 将话题切入 她靠在椅背上 摇晃着杯中的红酒 在抬眸 美艳的双眼中 已是另一种情绪 刺毒蛇般 脚狭咽狠的眼神 锁定了这间包厢中的猎物 只带吐出毒性 将其一击毙命 两家人都不免被我的伤痕吓了一跳 方才席间休养极好的黎母 也被吓得摔了酒杯 我刚刚说了 我们很有缘 桂千金和我女儿是高中同学 而桂千金又成了李总家的儿媳 小妈看向我 又环视了包厢里这一圈人 而我女儿这一身伤痕 就是拜您家儿媳所赐 小妈话落 一时包厢内压屈无声 我玩味地欣赏着他们的表情 将胸针里的针孔摄像头 调整好位置 确保金林飞看到自己 被全世界抛弃的模样 李家的小少爷蹲了蹴眉 在爸妈灵力的眼神中低下头 一旁的金家父母 则坐立不安 眼神飘忽 嘴中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说什么 接着 小妈从包里掏出了一份文件 扔在他们面前 里面是两份伤情鉴定 和当初他们强迫我写下的检讨书 检讨书上 还有教导主任亲手摁下的红章 李家几乎是满脸不肯置信的 看过里面的内容 几张白纸 就坐实了金林飞他们 对我的所作所为 李总你知道的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要是谁敢欺负我的女儿 我就算吃亏吐血 陈董您放心 我们李家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家 我们的合作 您大可放心 至于拳子的绯闻 陈董一笑而过就行 不过是小孩子胡闹罢了 李母拉着快要碎掉的李少爷 向我们微微汗手 一旁的金家父母 却跟安纯似的缩了起来 就算自己女儿的婚姻恐怕告吹 也不敢放一个屁 看到李家的态度 小妈很满意 与他们握手言和 愉悦地开始交流下一次的合作方案 而这边 被头发遮掩住的耳机里 传来了金灵飞咆哮哭哭的声音 和当初的我一样 但是还不够 远远不够 金家人眉脸酒流 借口早退 我也借口跟着出去了 坏事啊 坏事 你说这个死丫头 当初造的什么孽 这么多天 也不知道死哪去了 我越听越觉得讽刺 九年前还如珠四宝捧着的小公主 如今失去了价值 便被贬入泥土 晚宴人生嘈杂 他们丝毫没有察觉 所以在我跟他们打招呼的瞬间 被吓了一跳 如今 他们再也不敢 跟我大呼小叫了 只能恭恭敬敬地低下头喊我一声 小姐 我笑着牵起他们的手 刚刚我妈妈说话重了 叔叔阿姨别在意 那些沉枝骂烂骨子的事 我都不在意了 见我没有什么攻击性 金母殷切地拉起我的手 几乎是肯求道 大小姐 当初都是那个死丫头不好 等她回来 我一定好好替大小姐教训她 大小姐 拜托您求求情 我们不能失去李家这门亲事啊 我歪歪头 疑惑道 是金灵飞很爱李家的小少爷 还是你们很爱李家 或者说 你们需要李家拉着一把 这时他们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 看来这几年的传言没错 金家的生意 一年不如一年 三年间连续光了两所饭店 早早被踢出了本事的富豪吧 他们急需要一个强大的亲家 为自己助力 我轻笑两声 其实叔叔阿姨不用这么着急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对不对 你们只是想要李家这个助力 又何须在乎 李家是不是要娶您闺女 只要李家的儿媳 能让你们拍上亲戚就好了 见他们短暂思考后露出的笑脸 我就知道金灵飞被抛弃了 耳机里金灵飞的哭喊还在继续 我摁下通话键 金灵飞你听见了吗 你要变成孤儿了 送走金家父母后 转头我就遇上了谢宇梦和于昊的顶头上司 金云娱乐公司的赵董 在赵董慢慢向我走近时 我摁下耳机发号指令 别管他嘛 把显示屏给谢宇梦和于昊他们看着 见我是剑云集团的人 赵董也礼貌的和我打了招呼 我学着小妈的样子 和她攀谈起来 金云娱乐最近要签纸 新建办公大楼的项目 交给了我们剑云 虽然她是乙方 但因着剑云集团在本地黑白通吃 少不了要给我们五分掩面 赵叔叔好巧啊 最近总是听我妈妈提起你 大小姐说笑了 成门贵司的关照 我们的合作才能如此顺利 赵董见我是小孩 换了茶与我相敬 耳机里又开始嘈杂起来 剑人 你想干什么 你敢毁了我的事业 两个人的吵闹声更加尖锐 为了我到耳膜着想 在顺手扶过并发的同时 轻敲一下耳机 这是我与虎叔手下的暗号 只要他们吵闹 就替我闭上他们的嘴 在几声类似痛哭的声音后 那边便安静了下来 听说赵叔叔是开娱乐公司的呀 好厉害 我的两个高中同学 也去闯娱乐圈当明星了 叫于昊和谢宇梦 不知道赵叔叔认不认识 这要懂挑挑眉 我顺势将两人的照片递过去 太贱了 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大小姐真有缘分 这两个人 正是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和主播 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随后不仅不慢地 从包里拿出一个手机 里面是手下拍好的 于昊被人用玩具欺辱的视频 这对一个艺人来说 会是怎样的轰动呢 我很好奇 我看着赵董的眉头慢慢紧簇 脸色难看起来 于是开口解释道 前几天我生日 在我家会所 碰到了于昊和谢宇梦 本来想去打招呼的 可是却看到了这一幕 虽然以前我们关系不怎么样 但好歹同学一场 又是关赵叔叔的生意 我就把视频截胡下来了 您看赵董慢慢地抬头望向我 爬到这个位置上的都是人精 怎么会听不出我话里有话 我笑着 一边举起了阴械雨梦受伤的手 无声地向他示意 你手下的这两条狗得罪我了 想平安无事 就乖乖听我的话 见他额上冒出冷汗 我踢心地递过去一张纸巾 为了防止他有侧颖之心 我又补上一刀 赵叔叔和我们的合作近在咫尺 如今却出了这样的岔子 可怎么办呀 这个结果眼上 可不要传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一边是和大集团的合作 一边是两条闯祸的狗 孰轻孰重 他应该会权衡 赵董轻咳几声 压低声音说道 大小姐只要不把这段视频发出去 您需要什么 赵某都可以给您 计划比想象中的顺利 我不禁高兴地笑起来 我不需要赵叔叔给我什么东西 我只希望以后您能好好管教他们 我也压低声音 在他耳畔说道 这种老鼠 我不想在屏幕上见到他们 也不想看到他们在大街上乱窜 赵叔叔 您可以做到的吧 他点点头 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也高高兴兴地 蹦跌着回到宴席中去玩 他们终于跌进了我所制造的地狱 尝过我所体会过的绝望 我现在好想看到他们的表情啊 和小妈请示后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虎叔家 在我推开地下室门的那刻 于昊三人拼了命正拖了束缚 向我又叫又骂冲过来 可惜又一次被拽了回去 金灵飞声嘶力竭地冲我吼道 贱人 你这个贱人 你居然敢毁了我的人生 你不得好死 看他破坊的样子实在好笑 我蹲下身 望着他争鸣的面孔 那怎么办啊 你的大好前程已经被我毁了 你爸妈马上就要找人代替你 嫁给李家当 阔太太了 金灵飞 你马上要变成孤儿了 我狠狠咬中了孤儿两个字 就像当年他们嘲笑我那样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而走向另一边 于昊和谢雨梦被摁在地上 与精灵飞不同 他们看向我的眼里已经带着畏惧 谢雨梦还在往地上 不停地呸呸呸吐着苦谈 于昊更是哭了 将脸贴在我的鞋边 颤抖着声音们 你到底 你到底和赵总说了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揉了揉 一直遭受他们尖叫摧残了耳朵 我记得没让人把你弄聋了 我说了什么 你不都听到了吗 我一脚踢开了他 想拉送我的小羊皮鞋 可不能被他弄脏 抬头的余光中 我看到了一直在角落里的陈胜涛 看到我的眼神 陈胜涛瑟缩着 往后挪动几下 这些天忙着处理这三位 我都 我怎么可能忘记他呢 正巧闹钟响起 我再回家睡觉了 我打了一个放松了哈浅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打白手让这群手下里的小头头麻子上前 麻子是虎叔手下的一名小头目 专门帮他做一些脏火 虎叔这几天要陪着小妈完成合作项目 于是把麻子介绍给了我 我将他叫上前吩咐 明天一大早 把余浩和谢雨梦扔回金云娱乐的大厅 明晚之前 找到金云高中的林海波 带到这里来 再准备47名有特殊癖好的男人过来 麻子点点头 拍着胸脯 向我保证一定办到 我又打个哈欠 回到了车上启程回家 第二天 金云娱乐传来消息 谢雨梦和余浩已经被扔了回去 因为人品问题将被公司血藏 我不仅不慢地喝下刚刚做好的咖啡 然后有兴致地刷着手机 麻子的效率果然快 不过中午就已经将人找到 因为人在学校里 大厅广众之下不好绑人 只能派人偷偷跟着 想想几年过去 我也该见一见 这位高高在上 一言九鼎的教导主任了 学生 想请曾经的恩师吃顿便饭 很正常吧 车子开到学校门口 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 和我多年来所做的每一个乐梦中 没有任何区别 嘲笑声 嗤泽声 鼻声 内双双充满恶意的眼睛 仿佛又弥漫在这的空气里 勒住我的脖子 踩碎我的脊骨 想要杀死我 我深吸一口气 下车站在校门口 如今 我已不再是当年 容若可泣的妇孺林 既然他们想要杀死我 那我就挺着腰杆站起来 让他们分清 谁是大小王 林老师 我大声地叫住了教导主任 微笑着走近 您还记得我吗 本来我还期望着他或惊讶 或惊恐的眼神 却只换了他 一脸茫然地说上一句 请问你是谁 好笑 太好笑了 在我想要得到拯救的时候 他牵着精灵飞的手 一脚将我踢下地狱 在我向老师告发霸凌者的时候 他将一切消息问下 校服有补丁 头发太长 学习成绩不好 他总能找出各种理由 给予我或大或小的处分 因为精灵飞的一句话 他让我代替校工 打扫整个操场 每周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让我在国际台上读检查 就这样 我的期末学分 还频频都扣到负数 差一点连高三都升不上去 他也是想要杀死我的那只手啊 带给我痛苦和噩梦的人啊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忘却了一个被自己毁掉的人 不可原谅 我也要将他毁掉 老师 我是您的学生啊 今天 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今天 我特意让人开了商务车来 林海波被拉上车的一瞬间 就被后座的人 一左一右挤得动盘不得 无视他的呼救 开车直奔虎数驾而去 车上 我平静地将收集到的资料拿出 给林海波看 他马上就要升教育局了 可是一个私生活不检点 私收贿赂 还爱动手动脚的人 怎么能去教育局 再祸害人呢 林海波看见资料 煞食慌恶神 挣扎着站起来要来夺取 被人狠狠摁下 他叫骂了两分钟 言语粗鄙难听 我让人打了十分钟之后就又怂了 臭噎着向我求饶 求求你了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这些照片 绝不可以让我老婆看到啊 他要是看到 会跟我离婚的 那我就没机会升教育局了啊呀 原来教导主任 还是个凤凰男 这样的人 居然能在学校里耀武扬威 真是好笑 老师 我最不缺钱了 当小三嘛 很常见 你只要帮我办一件事 我就答应 不把你和小三的照片送给你太太 我回头 对着林海波一笑 死食车已经停下 老师 走吧 再一次推开地下室的门 现在太阳还没落山 阳光还很明媚 可惜照不进这间如地狱的房间 麻子找到的47个变态 规规矩矩的站成三排 屋子里乌泱泱的站立堆人 我一步一步走近 陈胜涛和金灵飞一点一点往后退 我望向他们的双眼 恐惧的 不甘的 悲愤的眼神 谁说时报者不会有好看的面孔 这就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美丽呀 在我高一到高三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陈胜涛强奸了我47次 所以你应该知道自己要被怎么样吧 我蹲下身子 与陈胜涛对视 我们对视过很多次 每一次我都能在他兴奋的眼神里 看到自己被糟蹋的身体 看着自己被侵犯的全过程 我的囚牢和挣扎是他们的兴奋剂 那些被侵犯的日子里 每一次触碰到自己的身体 我都能想起那双手在皮肤上游走的触感 下体疼痛扫痒难耐的时候 那真是日日夜夜的折磨 我咬着夏澄澄过的每一天都可谓煎熬 在我顶的人群的目光和低语的时候 他们拿着我被侵犯的视频在网上贩卖 我的痛苦被五毛钱打包卖给网络 换取他们的快乐 凭什么你们可以再毁了我之后 心安理得的幸福的生活下去 我很好奇 他们在遭受过和我相同的痛苦时 会不会露出和我当初一样难过的神情 这样想着啊 我越来越兴奋 我的手伸进包包 拿出准备好的大红钞票 对着变态们喊道 现在每人一次玩这个男人 玩得好有大红包 我将钱撒在房间里 他们争先恐后的争抢 如恶狼般像陈胜涛扑过去 陈胜涛的悲鸣 马上被淹没在男人的声音中 同样被淹没的 还有金灵飞 因为害怕爆发出的尖叫 我摁住他肩膀 掐断他最后一点逃离的希望 腾起他的脸蛋 迫使他抬头看向门口 同样被吓傻的林海波 我贴近他的耳畔 缓缓低语 好斑花 你还记得他吗 我到现在还是很好奇啊 你是怎么和教导主任 台上恋爱的 那年高一新生大扫除 我提着筒去打水 不过气才是 意外发现了一对活鸳鸯 他们抱在一起 稳得难舍难分 老师 以后你会保护飞飞的对吗 他们很甜蜜 我却不敢多听 提着水筒飞快地逃离现场 可我还是被精灵飞找到了 我无数次向他保证 我会守口如瓶 可是没用 噩梦如约降临 我保证了多少次啊 你都不听 那么你的求饶我也可以不听 我被侵犯的47次里 你命令了陈胜涛23次 这些年 我每一晚的梦里 都会梦见你们张狂的笑脸 这也太不公平了 你们该还回来了 我摁着他的肩膀 在他耳边滴雨 正如从前他摁着我的肩膀 让陈胜涛脱下我的裤子是那样 好好看看 你是怎样的一个奸货 我仰起头 对着林海波命令道 你今天无论多久 玩他23次 我就放了你 一边 麻子将几瓶保健品 放在他手里 喝吧 我们大小姐赏你的 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他们的 我们不便多留 地下室的门渐渐关上 投射进去的阳光 也越来越小 他们俩的挣扎的面容 一点一点被我关在门内 咔哒 门上了锁 谁都不会听见里面的声音啊 我将U盘塞给麻子 里面记录了林海波受贿 骚扰与教职工 和女学生的所有证据资料 我只答应他不公不出轨的事 可没答应这个 麻子 你把这个快递给教育局 咱们也做一回好事 那之后过了很多天 我的心情不错 林海波 我按照约定放了回去 但他能不能顺利升上教育局 我就不知道了 陈胜涛 我让麻子扔回去了 被侵犯47次 估计会脱缸 或者挂尿袋吧 毕竟当初我去小诊所落胎 也受了不少苦吧 怎么可能让他轻轻松松地逃过去 据我所知 陈家是思想传统的爆发户 不知这样一个儿子扔回去 陈家人会做何感想 会觉得丢脸和难一起吃吗 会被亲戚朋友指指点点吗 真好奇啊 金凌飞彻底绝望了 他的手机自那场晚宴之后 再也没有动静 我仔细翻阅着他的通话记录和微信 他的父母 居然一通电话 一条微信都没有给他发去 我当然得将这个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不然让他一直沉浸在 可能被家人救出的希望里 也太可悲了 为了让他死了明白 我还特意将他带去了金家 可此时 金家张灯结彩 到处是喜庆的氛围 金家父母亲密地挽着一灯过生的姑娘 穿着娘家人的迎宾喜服 金凌飞疯了 他尖叫着冲过去 揪住爸妈的衣角 爸妈 你们 你们怎么可以抛弃我 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 见人 把我的婚礼还给我 今天应该是我的婚礼 把我爸妈还给我 他疯狂地扑向新娘 意图撕破 那本应该穿在他身上的婚纱 那女孩勾起唇 毫不犹豫地推开了他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叫我抢走了你的爸妈 我就是爸妈的女儿 金凌飞啊 不愧是我亲自选的人 果然是个狠角色 想当初我可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他 好不容易将他推到金家父母面前 他看到了我 高兴地和我打招呼 我将准备好的贺礼亲手奉上 我们用眼神交流着 看到了对方眼底 那不加一点杂志的恶意 我亲手赠予金家的撒旦 请一定要对这双培养出恶魔的父母 降下审法 他转头对金家父母说道 爸爸妈妈 这个疯婆子是谁呀 菲菲 应该是漂漂亮亮的呀 为什么这个疯婆子说她是我呢 这个时候金凌飞才意识到 自己有多邋遢 堪称破布的衣衫 灰扑扑地沾满了灰尘和泥土 身上布满了瘀青 脸上的妆容早已花了 还有未痊愈的血痕刻字 丑陋至极 真是难以想象 在几天前她还是个光鲜亮丽的大小姐 围观的群众开始对她指指点点起来 鄙夷的目光和不堪的话语 如历见如雨点般落在她身上 最后居然是亲爸亲妈 将她丢出了金家大门 她在门外哭闹着尖叫着 我站在她面前 俯视着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她 如今大门里面的金凌飞 夺走了她的名字 她的婚姻 她的家庭 她的社会关系 彻底取代了她 反正李家要的也是这些 哪会关心真正的金凌飞长什么样 身材是怎么样 好可怜啊 现在我还应该叫你金凌飞吗 我问她 只是这个问题有点可笑了 被爸爸妈妈抛弃了呢 现在你成为过了哦 我俯身看着她发疯的模样 真好笑 破防了哎 要跟我走吗 还是去街上流浪 去捡瓶子卖废品 去住两百块一个月的车棚间 她啜泣着 抬头望向我的时候 眼中满是怨毒和憎恨 她现在落到了和当初的我一样的处境 这是自诩高贵的大班花 最不能接受的吧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我要你 没听完她的话 我便哈哈大笑起来 报警 你去呀 你能站得起来就去 报警 你去呀 你能站得起来就去呀 叫花子 金凌飞哈哈大笑 由着陈胜涛 将我狠狠踩在冰凉肮脏的厕所地砖上 好痛 陈胜涛脚上不断用力 我的脊柱几乎要被踩断 金凌飞踩着漂亮的小皮鞋 鞋根踩上我的脑门 去报警啊 只要你今天还走得出去 不就是要钱吗 我家里有的是钱 我就怕你有命拿 没命花 我觉得很像吧 一个字都没错吧 鞋尖轻轻抵起她的下巴 我拿出包里的小镜子给她看 你现在多丑陋啊 连去我家会所当服务员都没资格 今天跟着我来的依旧是麻子 我转头向她吩咐道 把她扔到平民窟里 找几个人轮班看着她 每人每个月五万块 别叫她死了 每天我都要看到她的视频 好嘞 随后麻子便将她扛起 丢进了车里 回家的时候 路过了金鱼娱乐 想到赵董和我们家的合作 于是准备上楼 去打声招呼喝杯茶 在一楼大厅里 我如愿遇到了一号 那个原本白白净净 准备出道的男孩 正提着脏水桶 辛苦地拖着地砖 每个人都对她的惨状 失落无睹 等待电梯的空隙 我好奇地向工作人员 问起她和谢雨梦的现状 原来赵董听见了我的话 确实没在让他们 再在屏幕上出现 也没放任 他们在大街上晃悠 但是他们也不敢轻易解约 这个世道 只要想搓磨人 有的是法子 面对高额的解约金 两个人就算死都不敢死 在金鱼娱乐大楼外面 于是他们成为了 这栋大楼里最底层的存在 连外包的宝洁 都可以把拖把丢给他们 观光电梯升上五楼 里面如鸽子龙般 搭建起来的小房间 正是直播间 一个熟悉的小身影 忙碌在各个房间之间 在摄像头的背后 谁都可以对她踹上一脚 就像从前她拍照 没有垫脚板凳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垫脚板凳一样 他们也有被霸凌的时候 忽然我和她对视了 我轻松地和她打了招呼 在没看清她表情的时候 电梯变升了上去 这栋被他们视为跨越阶级 一步登天的希望的大楼 变成了他们永不能逃脱的地狱 我并没有在这久留 说白了 我只是想看他们俩 悲惨的现状罢了 马上要走出大楼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了出来 抱住我的腿 揪住我的裙脚 傅鲁林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跟你道歉 求求你别让公司雪藏我 我二十三岁就被雪藏的话 这一辈子都没出路了 现在所有人都可以踩我一脚 我活得像狗一样 你应该消气了吧 求求你救救我 我和你当初一样凄惨啊 你救救我也是救曾经的你啊 大楼的保安 急忙将他从我身上拉开 一个劲地向我道歉 我摆摆手 向他踏上一步走近 你当年都没救我 我现在凭什么救你啊 我看着像什么好人吗 望着他眼底一点一点放大的恐惧 我笑了 在他眼眸的倒影里 我就是一只恶鬼 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悲惨的遭遇 成为了我下饭时的好菜 陈胜涛被家庭嫌弃 在亲戚朋友的指指点点下 不得已选择谨慎出户 可他学历不高 又没有技能 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 从大城市的中心 被一点一点赶到了郊区的贫民窟 他再一次和金灵飞相遇了 他似乎找到了情绪发泄的窗口 对着正在捡瓶子的他一顿胖揍 如果不是监视金灵飞的人将其拦下 恐怕他就要被活活打死了 我喝下温热微甜的牛奶 饶有兴致地看着贫民窟发来的美人视频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从小包里找出前几天金灵飞发来的喜铁和喜糖 打算麻烦虎叔交给麻子 他要结婚了 怎么可以没吃过自己的喜糖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笑什么呢 这么开心 抬头小妈将一盘切好的水果放到我面前 我将事情一点点分享给她 看着她仰起的嘴角 眼里都是我的模样 能有一个人可以分享好玩的事 真好啊 乖乖 今年想去哪里玩啊 小妈提起时我才想起 该到每年出国旅游的时候了 我拿起一片苹果 放入嘴中 开始思考今年去哪 而视频里 一起去欧洲泡温泉放松一下吧 看着她仰起笑脸 应该也对这次的安排很满意 我踏入了熟悉的贫民窟 这里的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轻车熟路的走到棚户区 贫民窟80%的人都居住在这里 曾经的我和现在的金灵飞 陈胜涛也不例外 非常戏剧化的是 金灵飞和陈胜涛居然住在了我当初住过的车棚间里 他们被我的人控制着 瞪向我的眼神 也没有了张狂和戏血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怨恨 充满了不甘 这正是我期待想要看到的 我抚摸着车棚间发霉黄黑的墙壁 上面还残留着 当初他们在墙上烫下的烟头痕迹 每一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望向他们时 那噩梦般的回忆 再一次如同走马灯浮现在我面前 但现在位置颠倒 我再也不会害怕 踏着鞋跟 跌上当年狼狈的我的步伐 将走马灯狠狠踩在脚下 走至他们面前 我将洗铁和洗糖塞在了精灵飞手里 新婚快乐 不能出席的新娘子 事情办完 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想到之后 和小妈的旅行心情大好 你们看 我现在过得不错吧 你们当初也是这样 毁掉我之后 终平忘静的过着自己的好日子 这也算是一种伤害 如今我也毁掉了你们的人生 让你们看着我 平安无事的过着好日子 想想就很好笑啊 他们被自己最看不起的附露灵 毁掉了人生 而我将会平安无事 舒舒服服的度过余下的人生 这就是我最后的复仇 这一次的伤害 会持续很久很久 一直到我死 让我们一起烂到枯萎吧 我哼着歌 脚步轻快地坐上去往机场